像夢露走中間 穿過某種人潮 思緒你的臉 有人走得匆忙 有人愛的甜美 只會在你擦肩而奔心碎 一起來 其實你應該算我的表弟 這麼高這麼白這麼帥 怎麼可能 各位朋友我們歡迎高虎人 謝謝 聽見的每首歌曲 都有我的美 看見的每個昨天 都有你的美 唱歌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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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歌 昨天來一個大牌 今天又來一個大牌 對 太爽了 而且高虎是最近七一代的樂團 對 那都是受歡迎的 對 比我們還受歡迎耶 沒有沒有謝謝 剛剛沒有 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其實雲安算我的表弟 很難相信對不對 這麼高這麼白這麼帥 怎麼可能 表哥 秋星哥不要這麼說 好 因為 你當著我的臉書 不明哥 太平常了 那個 跟我有關係的 跟你也沒有關係 表哥 是真的 我跟你講 其實應該是叫 應該是外甥 原來我們是有一點點 這個 算是很遠 遠親 但是是有血緣關係 所以算是我的這個 晚輩 那當然 秋星哥比較好 對 這樣才選比較好 那 不要講 我覺得我太緊張了 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他們 是 請問 你們為什麼叫告無人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不知道 八月的那個無告 一人舉一個字 所以決定順序 為什麼不是無告人 還是無人告 什麼人 無告 對 這樣的人 我問你們嗎 就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啦 沒事了 走啦 謝謝 等一下 不能走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那個 秋星哥剛剛說 我們是親戚 我也想問我兩位團員 我覺得 我們好想邀請動力火車 來我們高雄巨蛋當下 我們7月29 7月39 我跟你們講 有一件事 是要幫我們做完成的事 好的 我們就願意當你們的嘉賓 請說 你們幫我們寫一首歌 對 因為昨天我們也料成了一首歌 對 這樣我們的專輯可以很快就可以發行 我們在這邊跟所有小巨蛋的觀眾朋友們宣布 高雄巨蛋會幫動力火車寫一首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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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